大家好,我是Billy 上次用酒精罐来做的小型柴火和火箭炉 发觉效果还蛮好 进一步,我就想做一个实实在在用铁用不瘦钢做的类似的炉 所以我就想了一晚做了这个草图 这个是H型的火箭炉和柴火炉 它有两个垂直的柱 然后有一条打环的柱 这三条柱都是用0.2mm不瘦钢片去屈成的 然后它分别就可以一个套一个收拾 所以收纳是可以的,只不过是接不住 这个灵感是来自双子塔的 是马来西亚的双子塔 它中间有一条桥,把两个塔连在一起 我这个设计里面,右手边是入柴的部分 它用类似柴火炉的打斜入柴的方法 上面会加个盖防止气流在上面 或者一些火在上面走出来 右手边的下面有个洞 用来入气的 也可以放一个鼓风机 去将气体吹进去的效果更好些 要不然就这样用山风就可以了 那些气体进来之后就助燃了 令到它可以着火 接着我们就经过了打环这一条 将两个双子塔连在一起的桥梁 里面其实是一个柴火炉 那些柴就在那里烧着 然后就令到上面的钢板受热 上面摆上去的炉具就可以用来煮东西了 走到左手边的塔 左手边的塔分上面和下面两部分 上面就是一个火箭炉 上面可以放一个十字架炉架 然后就可以放在你要煮食的炉具 或者如果你不想做火箭炉 你可以将这一部分换成一个烟通 就变成一个橡膜里面的柴火炉 当然一定要用一个盖盖盖 不要漏烟出来 还有要用一条很长的烟通 然后塔的下半部 其实就可以造成一个焗炉 虽然尺寸不是很大 是10cm x 10cm 的闻度 但是都可以足够焗一些小的饼 例如煮饼,迷你披萨,或者灰番薯用 只要放一个烫门 就可以将要焗的东西放在下面 那些烟空气 经过上面 塔的时候就会有剩余的温度 可以去下面受热 实际的效果要试过才知道 如果不然你都可以在那条 打横的桥梁那里 在下面背着一个小的焗炉 利用上面的烟烧室 烟烧时候火力的余温 可以供应到下面背着小的焗炉 这部分就看下大家喜欢 可以继续设计 这就是做好的H型的火箭柴火炉 我还会转孔 用这类似刑钉的物体的铁线 去插住它 令到打横的桥 在两个塔塔上面 只要转四个孔 每边两个 每边插两只刑钉 或者一浪三架的铁线 就可以把它固定 收纳后把它插出来就可以了 我现在试试它有多重 它有0.74kg 740g 你看看这里 有三个柱体加上 3个柱体加上 加上0.74kg 今次我用这个0.2mm的不锈钢片 做了三个 长方柱体 立方柱体 然后把它组成一个H型的火箭柴炉 柴炉 柴炉就会在上面放进去 我用这个间尺代替柴炉 下面会有一个铁丝网 放着柴柴 然后这边会将它开个孔 将一些气体通进去 还有可以用一个 在淘宝买的 古风机 可以用USB供电 放在这里 将风吹进去 从这里盖上盖了盖 用木材替盖盖 用到上面盖上盖 盖了盖 风就不能出去 这边的柴就会进去 然后在里面烧 烧的同时 因为有古风机 气流会这样吹过来 那些热空气 就会经过上面这个 另外一个立方柱体 就上面可以煮东西 然后再去到最后这个火箭炉 这一部分你可以当它是做火箭炉 你变了做烟通都可以的 你可以加一个盖去穿一个烟通都可以的 因为你可以变成火箭炉 上面你可以放你的要煲的水 就会有很多煮食空间 这里可以放两个,这里放一个 这里烧柴,这里有鼓风机 如果不想用鼓风机,可以开个孔 正常入山峰进去 这个火箭收纳都蛮方便的 虽然不能折起来,但都可以收到很小 先拿走这些 先拿走这些 然后这个可以放出来 这个可以放出来 这个可以放出来 然后又有三个柱体 然后我们将它三个柱体一个搭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是中的 把它换在锅里面 觉得这个 然后有些烟的其他材料 在这个大家 имеет 这就是我今天介绍的H型火箭炉 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会继续出片介绍怎样做 还有测试,多谢各位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